眼前这个男人真的太狠了 仅用一根鱼线就想钓鲨鱼 而且还不止一条 虽然跟鲨鱼搏斗的过程 极凶险又刺激 但是杰叔真正的目标并不是他们 而是另外一种神秘的的河中巨怪 根据线报 一对夫妇在野外钓鱼的时候 水下突然窜出一头巨物 不但将凯莉撞飞一米多元 两根肋骨断裂 锋利的牙齿还贯穿她的肺部 要不是丈夫在她身边 估计凯莉早就隐恨西北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几个月 但每当回想此事 凯莉仍然心有余悸 后背发凉 看到凯莉的伤痕 杰叔想起自己 在13年前被巨骨蛇鱼袭击的场景 那次重创让杰叔的心脏永久受损 不过袭击凯莉的巨物 绝对不是巨骨蛇鱼 因为他们生活在南美洲 而这里是北美洲的佛罗里达交岛群 该岛群由1700座海岛组成 从佛罗里达州向南延伸161公里 周围海域面积极广 所以杰叔首先怀疑袭凯莉的是鲨鱼 杰叔驾着一条小船 来到凯莉被袭击的水域 甩出鱼竿 抽动甲尔 很快一条灰迪雕轻松到手 虽然灰迪雕也是水中的掠食者 但以他的体型 根本撞不飞一名成年女性 在此之后 杰叔仍然没有发现巨物的影子 他又来到更加开放的海域 并且把小船换成了快艇 这片水域的深度并不大 海底清晰可见 十分适合游泳 投下鱼耳踩五分钟 杰叔就发现了好几头柠檬沙 柠檬沙的体长可以长到三米 并且有袭击人类的记忆 但它们留下的咬痕 和凯莉身上的完全不同 再加上自己 被鲨鱼的了解 所以杰叔断定神秘巨物 绝对不是柠檬沙 再次更换水域后 杰叔先用甲尔士探使觉性鱼类 两个多小时没有收获 杰叔开始用针尔钓鱼 这次有了新发现 神秘巨物突然咬入鱼钩 并且它的力量极大 鱼竿被拉成惊人的弧度 连游艇都跟着巨物往前移动 只可惜鱼线太细 最后被巨物拉断 杰叔的心情仿佛过山车一样 瞬间从惊喜变成遗憾 不过真正的钓鱼人 从来都是不抛弃不放弃 杰叔再次抛干 这回上钩的是 一条体型接近一米五的白针砂 白针砂是三种 最爱袭击人类的鲨鱼之一 性情极为凶猛 尤其是它们背上的那块三角旗 任何人看到都会不寒而栗 但是杰叔仍然断定它 不是自己要找的巨物 因为白针砂在觅食的时候 是不会跃出水面一米多高的 既然不是鲨鱼又会是什么 就在杰叔一筹莫展之际 他打听到第二个袭击事件 一天傍晚 比尔刚修理好自己家的木制码头 上去的时候 左脚突然被什么东西 咬了一口 伤口深可见骨 两股血水喷涌而出 由于当时天色昏暗 再加上水下浑浊 比尔并没有看清 他是什么怪物 比尔脚上留下的咬痕 连杰叔都没见过 他有点怀疑 两次袭击事件 是同一种拘无所谓 于是杰叔决定 在比尔被咬伤的位置碰碰运气 曾经有人告诉杰叔 猪肉的味道 和人类的味道很相似 所以后来又换成了猪肉鱼儿 但等了几个小时 仍然没有结果 经过一通折腾 杰叔忽然来了灵感 他认为神秘巨物 必然是凶猛的大型肉食性鱼类 而他们很喜欢躲藏 在复杂的结构体中 刺激狩猎目标 根据当地人的指引 杰叔来到一处沉船地点 甩出鱼儿没多久 一条三斤多的缩鱼 就成功到手 这种缩鱼也叫海狼 光凭名字也知道 它非常凶猛 并且它们的身体 成流现形 水下速度非常惊人 更关键的是一条 成年海狼的体型 可达1.8米 还经常跃出水面 古石猎物 跃听跃 像自己要找的神秘巨物 不过眼前的海狼个头太小了 杰叔准备掉几条 个头更大的 以此验证自己的想法 个头越大越 需要更大的藏身地点 杰叔打听到 一处军舰沉船地点 当地人经常在这里发现 海狼的踪迹 这次用的鱼线和鱼饵 要比前几次都大了好几倍 虽然确实吸引到体型 更大的掠食者 但是 它留下的咬痕 让杰叔很惊奇 鱼饵身上留下的切面 非常平整 说明它的牙齿非常锋利 并且跟鲨鱼的牙齿结构 完全不同 杰叔又迷茫起来 如果袭击凯莉的是海狼 那么他真能 把一个成年人撞飞 一米多远吗 这时候 杰叔认识了第三位受害者 当时约翰跟朋友 在海上垂掉 突然鱼竿传来一股巨大的拉链 说明水下有巨物上冬 约翰立刻全神贯注 拼尽全力跟他搏斗 万万没想到 巨物突然在九米开外跃出水面 冲向约翰的胸口 他下意识地 用胳膊挡了一下 巨物的牙齿锋 立得像一把尖刀 瞬间在约翰的胳膊上 留下一条身可见的伤口 可想而知 如果约翰当时没有下意识抬起胳膊 那大概率当场隐恨西北 最关键的是 这头海中巨物 就是一条体型非常硕大的海狼 这么看来神秘巨物 很有可能也是它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杰叔请教了一位生物学家 听了杰叔的描述 艾文也赞同他的观点 海狼是速度型掠食者 具有三排锋利的牙齿 从海狼头骨的结构来看 它可以轻松 咬断猎物的血肉 甚至骨头 尤其是最前端的几颗尖牙 如果速度足够快 能像手术刀一样锋利 得到肯定答复后 杰叔准备去验证最后一个一点 袭击比尔 把他左脚当作猎物的 应该是体型较小的海狼 而撞飞凯利的海狼体型 绝对很大 杰叔怀疑这片进水区域 能否有这么大的海狼 根据上回的经验 杰叔已经知道 它们是视觉性掠食者 所以它让鱼饵运动的速度 远超以往 效果是有的 杰叔看到了一条体型 超过一米多的海狼 但是甩了上百次鱼竿 还是没有海狼上钩 为了提升自己 钓海狼的技巧 杰叔打算亲自看看 它们是如何捕食的 普通的潜水设备会有气泡 会惊扰到敏感激紧的 视觉性掠食者 为此杰叔穿上一套 闭路式循环呼吸器 此行必须小心谨慎 首先呼吸器有太多电子元件 如果发生故障 很容易造成窒息 其次沉船残骸的 内部结构复杂 很多潜水爱好者在里面迷路 最终永远地留在了海底 好在结果令人兴奋 杰叔不但近距离 看到一条硕大的海狼 还发现 它们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阵型 似乎在寻找撕咬的目标 为了将它们吸引过来 杰叔先是撒下一桶鱼饵 然后再用一根插着小鱼的木棍 吸引海狼的注意 海狼非常警惕 直到确定鱼饵不具备攻击性后 才摆出攻击姿势 鲨鱼等 其他掠食者更喜欢侧面猎食 而海狼则直奔猎物 几次测试后 杰叔越发熟能生巧 也越发好奇 自己到底能钓到多大的海狼 最后的决战终于到来 杰叔在当地人的带领下 来到附近最大沉船残骸 这里的水深接近30米 应该生活着体型更大的海狼 有了经验 杰叔的成功率非常高 第一竿就钓到一条体型一米的海狼 但杰叔觉得不过瘾 于是把它放回大海 让它爸爸来 后来的海狼一条比一条大 不过杰叔仍然认为 他们不足以把一位成年女性 撞飞一米多远 直到最后一条 这条海狼的体型超过一米五 重量超过50斤 如果它以50公里的速度冲过来 别说成年女人承受不住 男人也得飞死几惨 到此为止 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本期杰叔要找的河中巨怪 就是凶猛异常的海狼 下期杰叔又要找什么 神秘巨舞 给小军一个关注 答案即将揭晓 请不吝点赞 订阅